加油 地方在漏油 你看看 上面这个油 不知道从哪里漏的啊 油箱也不漏 你看这个油油油 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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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500啊 给了五包纸 500还没加满 因为漏油了 不敢加了 走了几十公里 现在在交道的孟州啊 孟州是一个陷阱式 大翔的车也出问题了啊 我的还是漏油 停下之后大家看看地上 还是油啊 就明天底去修车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多了 先吃个饭吧啊 这孟州看着灯红酒绿的 确实可以啊 比那边强一点 先吃饭 吃完饭的话 明天去修理厂 我们三个又坐在这里了啊 三个板凳 好了 饭好了 来 放堆上吧 看他们俩 我拿个板凳啊 坐着确实是蹲着吃太难受啊 看看这会面啊 香的很 一碗热成的蒜真舒服 今天晚上 我们三个人 可以说是连夜跑路啊 人也跑路 啊 真的是很疲倦 车还是漏油 干干净净 哎 吃饱了 吃饱了就不愁了啊 现在呢 我们去找个地方露营啊 主要是大飞 他搭帐篷啊 比较显眼 这个公园呢 叫吉祥什么公园啊 你看这个有漏的 大家看到没 这都是漏的啊 刚倒车的时候 一滴一滴的全是 哎呀 一下车 一股汽油味啊 非常非常的浓 我这就是走一路 撒一路的汽油 包括这地上也是啊 你看这个 这都是油啊 这里都是 全都是油 大飞汽油味浓不浓 浓 浓是吧 走一路滴一路 滴血啊 那没办法 滴的一滴就是一毛钱吧 最少一毛 哎呀 现在油价也贵 疼不疼 那没办法 你缺坏了 有啥办法 嗯 这个汽油不够的 对 这今天油搭在这个灯下面啊 还是挺不错的 够亮它 嗯 我这个油箱在家里已经修过两次了啊 现在从视频里看 应该不是油箱烂啊 可能是连接油箱的管子 它没给我装好 这油箱烂是不能拖的啊 如果说呃 强行走的话 就是走一路撒一路 那这个油好多了就去了啊 可能一百公里要费三十升油了 那不是开玩笑的啊 真的啊 也是运气倍 这出门不是这个没有带 就是车坏 这想不到第一天出发 正式的出发 去四川的甘孜 油箱揪漏油 走一路撒一路 你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真的啊 今天走的也是比较突然啊 本来今天打算还是在温县的 就是温县路途铁块山耀 那就是这个山耀啊 但是今天呢 他们跟我说让我们走啊 我们就走了 呃 这里呢是温县的西边 这里叫孟州啊 孟州是个县级市 这里呢也是属于河南的礁座啊 再往前大概十公里吧 就有高速口了啊 今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是在外边吃的饭 因为比较急啊 所以说大家吧 我们三个人都有想在露营一晚的心啊 如果说上高速的话 那真的是就不好修车了 如果高速修车的话 那估计价钱的话 得翻倍都不止 所以呢就等明天再走 明天早上一早起来吧 8点9点起来 再那个啥 再就去修车一早修 修完之后咱们就直接上高速啊 往甘孜走 灯灭了 这帐篷也搭好了 我的车就停在这里啊 有个灯亮堂一点 前面还有个大灯 那个地方呢是公厕啊 那个一排小灯 那是个房子 现在呢就编辑编辑视频啊 编辑编辑视频 咱们就休息了啊 坐在这个驾驶位 驾驶位啊 鼠标是不是 现在是晚上12点32分 咱们睡觉了啊 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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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